我们现在是在那个隆林古道 在古道上呢有一些那个古道 它比较窄 比较窄 那我们这边要改善的工法是 工向是那个气石附坡 从这个地方到那边 大概有三米长的那个 那个比较窄的路面 那这个地方是要做气石附坡的一个工向 那我们这边要做之前的话 是先把那个基础挖 挖下去大概挖一米深 把基础挖出来之后 然后就慢慢气石上来 那现在我们这边要做之前 那当然我们要过去那边 先找石头捡石头 然后搬到这个地方 一二三 在这个地方选石头 它最好是找这个油体的面向 你石头的话 你石头的话最好是有这个 最起码要三到四个 比如说像这个一个瓶的两个瓶上 所以这一二三四五五个面向 是这个食材是最好的那个食材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 你石头的话第一个会很快 第二个你的石头很漂亮 去石的那个墙面很漂亮 当然去石复波越大越好 但是第一个你去石的话 因为这边面积小 所以它美观上比较不好 但是你一般你石头越大 你去的很快就越高 所以就速度会很快 它就比较没有那个美感在 这个在去石复波之前 要先把去石 刚才记者有讲的 把它先挖开 挖开然后就挖到底下 找到它的那个就是 地区的稳定度 这应该算是去石复波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当然是整地的话 然后把那些草把它把它清掉 把它切齿 从这个刷这个 因为尽量它的切齿要小一点 所以把它弄成平 因为等一下有大石头放的话 不过那个不过宽 所以尽量把它弄回去 你石头尽量不要在外面 因为它的土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 它做这个就几个要特别注意的 强度 强度要做得到 再次没关嘛 没关的话就看石头 要么就是这个都是 这个是块石 要么全部都是卵石 要么全部都是叶眼 你一下子这个 然后一下子那个就会 里面会有一个叫美中不足 通常这个地形 你复破完之后 它的完整面 步道会变关 会变关 很少时候 你有复破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步道会跟 原先步道的环度一样 它的叶眼 会叶眼 就是公司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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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以 你这个水片就是控制 就是前面这边的平正度吗 面 可是你如果越跌越高的话 不是一直都要往后缩往后缩 对对对 那有要用这一根竹子的斜度 有啊 有啊 所以你竹子是插斜斜的 斜斜的对 所以最后完成面 等于是那个斜度也是跟这个比较差不多 因为基础已经挖开了嘛 挖开了 挖开了以后 那个水平也挖好了 之后呢 那现在是准备那个去死 那去死的那个 有有几个比较特别注意的 就是第一层 第一层它一定要要用大的 然后一直跌到上面 那之后上面的时候 因为现在我们去的这个 步坡是在下边坡 那上边坡它是一个步道嘛 所以我们上边坡 最后一层的话 就是要用大的石头 就是以后让使用者在上面 踩到那个大石头 就不会有摇动 不会有那个危险的那个 那个就是 遗粒 那这个地方 那当然 因为这边的石头很漂亮 所以如果说这边就有抓住 它 復坡的那个雪地的话 美观会更加漂亮 它这个 它这个石头你放下去的话 因为石头的长相 有的那个长方形 有的那个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是放 放直的 然后这样是放横的 或者是立的 立的 那因为它这边很好 因为它这个标准的块石 这个它的大小 有够的话 你这个可以弄那个 橫的 不能让它切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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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有没有 像这种 因为目前是第一层嘛 泥土是暖的嘛 你放第一层没有关系 你先放下去之后 看它的那个冰层度不够的话 这边底下的你就把它挖开 就不要考虑它那个 打掉也可以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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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这样长 长方形的 有一个 这个这个 长方形 这个 直的 直的就扶住它的力量 所有的石头 你 你石头的话 最好是那个石头 跟石头的那个建筑面 最好是有抵触到 最好是有抵触到 不要留 那一米里的那个细缝 因为这个石头以后 它还会那个移动 你的缝越大 每一个建讯 如果说有一米里的那个缝的话 你四十米 那它一直动的话 就动几公分 第二层的话 你要注意看 第一层跟第二层 你放的石头的 它的一个 接面那个地方 你一定要 弄出一个T T字形的那个 那个 放下去的那个 形状 这样会互相有咬合 这边边就好像是 越大 放的越大 越好 好 嘿 没 没事 我 我 很 高 我 他這個現在因為是最後一層 所以要跟那個一樣石頭要大 大一點不要讓那個使用者在上面 那個有機會的放咬洞 不是因為這個地方的那個位置點 他步道本身是斜坡的 那你如果說你如果說上面就是照正常的去法的話 比較不好去 所以就看這就順便用大石頭做那個借地 還有順便做借地 那這樣的話就彌補他那個穴坡的那個 復坡的那個不美感 把它修飾成街地 就像又有勉均衡的那個 我還在說有一個很快的 那是叫小鳥要是在啊 在大häng上有多大部分 就是這裏小鳥要在這裏 但是你看這裏有各種相關的 可以把這個一樣 成長也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